台東市北南鄉的一間加油站 有一名男性員工 在進行遊警設備檢查的時候 疑似因為操作不慎 直接跌入了一點五公尺 深的遊警 當場是意識昏迷 意外發生之後 救護車很快地抵達現場 他們也立即將這名員工 從遊警中搶救出來 並送上單架做簡單的處置 而傷患的頭部有撕裂傷 送醫之後已經縫合完畢 但仍需要留院觀察 而加油站的遊警 四周也擺上了三角追 提醒民眾路過千萬要特別小心